11995年,拍出一天点电影《少林寺》的导演张新元和武术指导袁和平,计划再拍一部功夫片。 于是,他们来到北京找到了《少林寺》主演李连杰的恩师吴斌,让他再借上一个像李连杰那样的小孩。 吴斌暗发不说,就把吴京找了过来,在石上海武向旁贷小份管理。 张新元和元和平,在看完吴京打电影判权之后,选定了他作为像一部电影的男主角。 当时,吴京已经运生离开了设备四年多,据说为了男生,他曾去收过关炉,还在西厕开了个电脑腾女仔裤,在公司小街闯行关键组。 吴京一开始面对摄像机时不知所措,更不用提到对当时刚刚演完《人民传说》的女神中律题,说出那具著名的台词《奥牙鬼人》,尽管这部电影因为种种原因。 反响永远不如《少林寺》,但武术冠军如今,成功转身为有缘如今。 多年以后,吴京站在《万事》节目开讲了的舞台上说,在我最遗失的时候,是电影选择了我。 此后,吴京带着他的娃娃脸,并选与男主角的身份,主演了《小李贼刀》、《赛老乡西风》、《太极疆诗》等古装女侠剧。 到了2003年,香港电影开始出现收脱的迹象,很多知名导演和演员开始孔雀眼斗腾,来到墨地拍戏,而吴京却喊其道安行之。 尤其同样出身于石刹海里下的李连杰和真子丹等人的带路,毅然放弃了继续在内地拍电视剧的机会,找而来到香港发展。 成为港飘的如今,与许多三次性男演员一样,会聚在各大片场,有一些不清不正的角色。 直到一年后,他才等到了沙特兰,在此之前,他演的都是一代宗师,带翔续度,而这次,他演的却是一个反面身手。 他设这场戏时,导演说,子弹练了30年,已经练了20年,这一段,针把。 于是,那场小县正次实有没有精彩的打戏,港人真搭真圈地打了一架,尽管只有一句台词。 但香港人还是日时到了如今真的能打,尽管从此有了继续的主动权。 立即出演了筛铺蓝耳,蓝耳本色,开心蓝耳,双嘴神抠,全程戒斗,新上一次的演变,但如今基本还是小决策或反派人物。 那时,如今的状态就像很多人感受到的那样,始终不温不火,和2008年成为一个巨大的转折点。 那年,最高兴一直当配角,想要尝试新角色的如今,终于下定决心来出积蓄,转型作导演。 如今选择了曾经在成龙的尖峰时刻,新警察故事,担任武术指导,也是30多年的李志忠。 联合指导了电影蓝耳,但这次敏感的尝试,并非一方风顺,使用了香港电影工业拍摄方法的蓝牙供应后,片房相当惨淡,在内地仅拿下430万片房,但香港也只有230万片房。 相对于400多万的投资来说,这无疑是巨大的失败。 不过,在片中担任民主的如今生,就此与如今决心一段有益,这才有了后来临时就场这蓝牙的故事。 同样是在这一年,那麦小网问穿正高的如今,头中遇到更小,他看到中国军人们手腕着手,用自己的身体做桥板,让光明从自己身上走过。 那画面但如今感到无比震撼,我在他们身上看到了真正的男人,应该有的表情和迷惘。 于是,他蒙生了又名气热的电影,来短现中国军人的想法。 事实上,有数世交出身的他,一直以来都有个梦想做个军人,已经找来导演高通。 但绝大部分人都觉得这是个最讨好的故事,不讨好观众,不讨好市场,不讨好审查,与其他商业影片,用对更多的限制。 但如今还是向决心挑战一次别人来做的事儿,你跟着别人的脚步走,去吃别人吃过的饭,你能做的无比就是认证别人说的对。 为此,如今特意在特种部队体验生活长达十八个月,也去特种部队学习所有的项目,和战士们同需同住,还学习如何调配直升机、坦克。 无比时,许多科目完成比战士都要强。 根据媒体的报道,如今每天的夜程是这样的早上拉跑五公里,全地溢热时,可能特睡帐篷,和战友一起度过吞河,爬过身上。 穿过老林,扛过木头,挨过手枪,广上随时会有集合哨。 于是在离开的时候,他要收获的是部队挂出的横幅,向吴军同志学习最近。 近一年是2012年,明镜次时的吴军,拍摄了楼军里小叔老娘改编老娘的电视剧,也是特种冰之内用出窍,正式觉醒他那科军魂。 三个这次热身之后,如今开始筹备从2008年起,就在心里萌扬的战狼劈力。 一年俱往的,外界普遍的不看好这部影片,因为军事动作题材的影片是绝对的冷冷。 就连如今自己,也在结婚前和妻子线男提前摆好预防针,我这个片子会陪,在妻子的支持下,如今没有丝毫动摇,在没找到几个投资方的情况下,将房子抵挖出去继续抛。 这部在2015年上任的战狼,最终以5.25亿元的票房,成为了能够黑马。 战狼的成功,对为给战狼2的前景带来特别大的改革,为了复照最终策略左右的成本, 军军不仅四处续拉投资,更是又启动了常规操作骂了自己所有的车, 只由效尤拉粥作为代替工具,由效所有的房产都抵挖给银行。 最终,在剧情和动作场面上,都进行了大幅度升级的战狼2,收获了56.8亿元的票房。 成功刷新了华语电影的票房记录。 后面,随时我们更没熟悉的故事,为郭三导演扣手探战狼得如今。 不仅在自导次演完战狼2后免费客创流浪地球, 更是在剧组资金快乐断裂的时候,拿出了6千万元的投资。 截至2019年2月26日,流浪地球的票房已经超过44亿元。